哈喽大家好 小杨哥到了吃螃蟹的季节对吧 有小伙伴说想看小杨哥吃青蟹 青蟹我记得我们吃过吧 嗯吃过吃过 今天我们就来吃一下这个宁波 我一说到宁波 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生鲜 生吃海鲜 啊这个味道啊 吃多了也就习惯了 我现在还不是很习惯 这个东西肯定是死的 因为它好像是最咸 酱青蟹 我是第一次见 红糕酱青蟹 它的配料呢 我给大家念一下 青椒酱油黄酒食用盐 白上糖味精 没有其他的食品添加剂 这么一只呢花掉了我85块钱 我觉得还值 我能闻到啊 它这个螃蟹的这种酱油的味道 很大 哎呀这个味道啊 很熟悉啊 给你解救出来好吗 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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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 对不起 大家可以近距离看一下啊 这个就是青蟹 青蟹大家应该都熟哈 但是呢它是用酱油 还有黄酒腌制的 它味道没有那种 螃蟹本身的那种味道了 OK 尝一下吧 嗯 生的 味道行 哎呀弄不好啊 大家看了没 这个呢就是这个螃蟹的鲜 鲜子上的肉 很软 你说谁发明的这种吃法呀 就是这种生的吃法 就我们普通人觉得生的东西不能吃 觉得不好 快看 好像宁波这个地方啊 吃这种这种腌制的海鲜 特别特别多 小爪子上有肉吗 哎呦 但不是很多啊 嗯 有 OK 这个呢是它的蟹黄哦 它有蟹黄的 大家看 这蟹黄还挺多的 我觉得这个蟹黄啊 蟹肉要鲜啊 这就完了 我吃了一只螃蟹 这就完了 今天呢就试吃了一下宁波特产 酱青蟹 这个一只螃蟹也太不禁吃了 现在满嘴的 就是那个酒 还有那个酱油的味道 我不知道等会开车算不算酒驾 好像是第一次吃啊 但是这个味道呢 我还可以接受 就感觉这个 它的肉又吸的就行 不需要嚼 就是一吸就会吸到嘴里边 它的那个黄呢 也特别的鲜 有机会的小伙伴可以尝一下啊 就是宁波的这些特产 对于很多小伙伴 应该算是一种挑战吧 当然小浪哥我呢 就是什么都能吃啊 啊 受破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记得喜欢小浪哥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 别忘记 想看小浪哥吃什么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还有点肉